如果对自然源处理在过去三年里面 最重要的文章做排序的话 你把BIRT排在第二的位置 那么很难有另外一篇论文 能够名正言顺的排在第一的位置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来读一下 BIRT这篇文章 我们知道在计算机视觉里面 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大的数据机上 比如说ImageNet上面训练好一个CN的模型 让这个模型可以用来帮助一大片的 计算机视觉的任务来提升它们的性能 但是在NLP在BIRT之前呢 一直没有一个深的神经网络 使得我训练好之后 能够帮助一大片的NLP的人物 就导致说在NLP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我还是对每个人构造自己的神经网络 然后在自己上面做训练 BIRT的出现 使得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大的数据机上 训练好一个比较深的神经网络 然后应用在很多NLP的任务上面 既简化了这些NLP任务的训练 又提示了它的性能 所以BIRT和他之后的一系列工作 使得在语言处理 在过去三年里面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 是对BIRT这篇文章进行精读 我们跟以前一样 会给大家讲一下BIRT的技术上的各种细节 在我们赞美BIRT这个开重新工作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读论文来发现 BIRT其实也是站在巨人的结盘上面 我们希望大家能知道BIRT哪些技术 哪些思想是来自于前任的工作 哪些是他自己独创的一些东西 这样我们就能对NLP这个领域里面 做出重要贡献的研究员以合理的认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标题 标题的第一个词是BIRT 就是说名字我已经给你想好了 后面的人就不需要帮我来想名字了 然后来看下一个词PRETRAINING 我们知道PRETRAINING的意思是说 我在一个数据机上训练好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主要的目的是 用在一个别的人物上面 所以别的人物如果叫做TRAINING的话 那么在大的数据机上训练我这个任务 叫做PRETRAINING 就是在TRAINING之前的那一个任务 后面几个词是Deep BIDIRTRAINING TRANSFORMERS 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Transformer论文的视频的话 那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Deep就好理解对吧 我帮你做的深一点 BIDIRTRAINING双向的 我们等会再来解释 最后一个是FALL NANGUAGE UNDERSTANDING 我们知道Transformer主要是用在于 机器翻译这个小任务上面 这里用的是一个更广义的词 就是对一个语言的一个理解的上面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这笔文章是关于BIRT这个模型 它是一个深的双向的Transformer 是用来做预训练的 然后是针对的是一般的语言的理解任务 作者是Google AI语言团队的几个小哥 相传啊 这篇文章是一做有一个突然的idea 然后他花了大概几个星期 把代码一实现实验一跑 效果特别好 就直接写了 可能这篇文章从有想法到最后成型 可能也就那么几个月的事情 然后这就是一篇开创性的工作 是如何出来的 当然这个听上去比较玄乎啊 实际上如果你去读它的细节的话 发现它确实是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这个文章给做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摘要 在摘要的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他说我们介绍一个新的语言表示模型 名字叫做BIRT BIRT的名字来自于 Bidirectional的B Encoder Representational R 和Transformer 它的意思是Transformer这个模型双向的编码器表示 有意思的是啊 这四个词跟你的标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总觉得他BIRT这个名字是凑出来的 因为他的想法基于一个重要的工作 叫做Emmo Emmo我们知道来自于芝麻街里面的人的名字 芝麻街是一个美国的老少街制的一个 少儿英语学习节目 然后所以他就凑了一个BIRT BIRT是芝麻街里面另外一个主人公的名字 所以这篇文章和当之前的Emmo 开创了NLP的芝麻街系列文章 基本上芝麻街里面重要的人物的名字 都被用了一个遍 反正你都可以凑嘛 第二句话是说 跟最近的一些语言表示的模型不一样啊 第一个引用的是Emmo这篇文章 第二个引用的是GPT这篇文章 所以BIRT是用来设计 去训练深的双向的表示 然后使用没有标号的数据 然后呢再联合 左右的上下文信息 然后第二句话是说 因为我们的设计导致我们训练好的BIRT呀 使得我们可以只用加一个额外的一个输出层 就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在很多的NLP的任务上面啊 包括了问答 包括了语言推理 而且不需要对任务啊 做很多任务特别的架构上的改动 所以这两句话 其实分别的是讲它跟 Emmo和GPT的区别 我们知道GPT它其实考虑一个单向的 它用左边的上下文信息去预测未来 所以BIRT这里不一样 是说它用了右侧和左侧信息 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 Bidirectional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第二个是说 Emmo用的是一个基于RN的架构 而BIRT用的是Transformer 所以Emmo在应用到一些下游的任务的时候呢 它需要对价格做一点点调整 但是BIRT这个地方相对比较简单 只需要改最上升的性能 这个跟GPT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分别用两句话来讲清楚了 我跟GPT和跟Emmo的区别 这也是一种有意思的写法 就是说在你的摘要的第一段话 讲清楚我跟哪两个工作相关 而且我跟这两个工作的区别是什么 这也多多少少表示了这篇工作 其实也是在基于这两篇工作之上 然后做了一些改动 接下来摘要的第二段话 就是麦下BIRT有什么好处了 他说我这个模型啊 在概念上更加简单 而且在实验上更加好 它在11个NLP的任务上 得到了新的最好的结果 包括了Guru、Multi NLI、Squad V1.1、Squad V2.0 然后他说对每一个任务啊 他说我的绝对的精度是多少 然后呢跟之前最好的结果比 是有7.7%的提升 通常道理话 后面都是写的绝对的精度 然后说跟别人比 它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有两个东西是比较有意思的 首先他说我在11个任务上比较好 那真的就是我训练一个模型 然后在一大片的任务上能做的比较好啊 第二个 这个我很推重的写法 就是说当你说你的东西好的时候 你要讲起来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说你的绝对值是多少 你的绝对的精度是多少 第二个是说你要讲清楚 你跟别人比它的相对的好处是多少 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个东西都重要呢 第一个是说你如果没有后面那个 只有前面那个精度的话 其实他 别人不知道说80%什么意思啊 93是什么意思 对吧 他没有上下问题关系 如果你只说跟别人好了7.7% 那么就是说 那取决于你这个数十有多大了 就是说大家无法理解这7.7什么意思 你是说在30%做到了37%呢 还是80%做到87% 当然是说这个东西都会有不一样的解释 所以你告诉大家说我的绝对精度是多少 我的相对精度跟别人比是多少 这样子大家就很清楚说 你这个结果跟别人比 在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数据集啊 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也能得到说你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整体上他摘下两段话 一段话是说 我跟另外两篇跟我相关的工作 它的区别是什么 下面一段话说说我的结果特别好 啊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写法 如果你做一篇论文 多多少少是基于别人的工作上做些改进 当然你的结果得好一些对吧 所以你先写我跟别人比 我的改进在什么地方 另外一块是说我的结果比别人好 在什么地方 有一次是说 but这么写了 它成为了经典 但是你的上篇论文可能也是这么写的 但不一定成为了经典 这里面大家就得想一想是为什么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导演的第一段啊 第一段一般是交代这篇论文 关注的一个严重方向的一些上下文关系 他第一句话是说在语言模型里面 预训练可以用来提升很多自然语言的任务 第一篇用的是词迁入来做预训练 后面的写包括了GPT这篇文章 接下来他说这些自然语言任务里面包括两类 第一类啊叫做句子层面的任务 主要是用来去建模这些句子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对一个句子的情绪的一个识别 或者两个句子之间的关系 第二类任务呢是词员层面的一项任务 包括了一些实体秘密的识别 就是说对每个词我来去识别它 它是不是一个实体秘密 比如说它是不是一个人名一个街道名字 然后他说这样的任务啊 你需要输出一些细利度的词源层面的一些输出 所以看到是说预训练在NOP里面 其实已经流行了一阵子了 这个在计算机视觉里面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同样的想法应用到在原处理 当然肯定不会很新的 有意思的是说 今天我们再去介绍BERT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会把说 在NOP上做预训练这件事情归供于BERT 大家会认为说BERT之前好像这个事情不能做 我们这个视频一开始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说有了BERT之后 终于可以这么做了 然后你读论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想法 当然很早之前就有了啊 BERT不是第一个提出来这么做的人 而是说BERT让这个方法出圈了 让后面的研究者都跟着你来 用这个方法做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 这当然也值得大家思考 BERT是怎么样这个东西出圈的 导演的第二段和之后啊 一般也就是你摘要的第一段的一个扩充的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在使用预训练模型做特征表示的时候啊 一般有两类策略 第一类策略叫做基于特征的 另外一个策略叫做基于微调的 他说基于特征的的代表作是M 他说我对每一个下游的任务 构造一个跟这个任务相关的神经网络啊 他用的其实用的是RN这个架构 然后呢在预训练好的这些表示啊 比如说你是一个此前路也好啊 什么别的也好 他作为一个额外的特征和你这个输入是一起输入进这个模型里面 我希望这些特征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表示 所以导致你的模型训练比起来比较容易 这也是NLP里面啊 使用这些预训练模型最常用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你学到这些特征呢 跟你的输入一起放进去 作为一个很好的特征的表达 第二类是基于微调的 就是比如说他取语的是GPT 他说我把预训好的模型 放在下游的任务的时候 不需要改变太多 只要改一点就行了 然后这个模型 他预训好的参数呢 会在你下游的数据上再进行微调一下 就是所有的权种 再根据你的新的数据器进行微调一下 你介绍别人的目的啊 通常用来铺垫你自己的方法 就是说别人哪些地方 你觉得做的不好 说我的方法在这一块有改进 他说呢 这两个途径 他都是使用一个相同的目标函数 在预训练的时候啊 他都是使用一个语言模型 而且是一个单向的 我们知道语言模型 它就是一个单向的 就我给一些词 我预测我下一个词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说一句话 然后你预测我这句话 下面那个词是什么东西 你是属于一个预测模型 要预测未来 他当然是单向的 你不能说 我先告诉你 我这句话是什么东西 下一句话是什么东西 你来猜我中间要说什么 那当然就不叫语言模型了 接下来他在第三段的时候 讲一下他主要的一个想法 他说现在这些技术啊 会有局限性 特别是来做预训练的表征的时候 他说你的主要问题是 你标准的语言模型是一个单向的 这样子导致你在选架构的时候 就是要有一些局限性 比如说在GPT里面 他用的是一个从左到右的架构 也就是说你在看一个句子的时候 你只能从左看到右 假设你的句子是从左读到右的话 然后他说这个东西不是很好 就是说他说我要如果要做句子层面的一些分析的话 比如说我要判断一个句子 他的情绪是不是对的话 我从左看到右和一次看所有 就是说从右看到左都是合法的 他另外说 就算是词语言上的一些任务啊 比如说QA的时候 我其实也是能够看完整个句子 让我去选答案 而不是真的要去一个一个往下走 他说如果我把两个方向的信息都放进来的话 应该是能提升这些任务的性能的 在指出了相关工作的局限性 和他提出了想法之后啊 当然接下来要讲他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说我提出了Bert Bert是用来减轻之前提到过的语言模型 是一个单向的一个限制 他用到的是一个叫做带研码的language model 就mask language model啊 就是带研码的一个语言模型 他说这个东西是受一个叫close任务的一个启发 然后他引用的一篇论文是1953年写的一篇论文 我还真很好奇的去看了一下那篇论文 虽然是有一点关系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他怎么样翻出1953年这篇论文的 这篇论文的引用率不高 而且你把它搜出来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不仅有一点疑问是说 难道在NLP领域在过去那么多年 真的没有人用过这种带mask的语言模型吗 有兴趣的东西可以去找一找 那接下来他说我这个带研码的语言模型干什么事情呢 他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说每一次啊 随机的选一些字源 然后把它盖住 然后你的目标函数是预测那些被盖住的那些字 就等下来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句子 然后挖掉一些空 然后让你填完形填空了 跟标准的语言模型啊 从左看到右不一样的是说 带研码的语言模型 当然是允许你看左右的信息 就是你做完形填空的时候 你不能只看完形填空的左边 你也得看看右边信息才行 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填它 这样的话 他允许我们去那一身的双向的一个transformer模型 他说在带研码的语言模型之外呢 他还去呢一个别的任务 叫做下一个句子的预测 他核心思想是说 我给你两个句子 你给我判断说 这个两个句子在原文里面是不是相邻的 还是说我其实就是随机的采样了两个句子 帮你放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能让你的模型啊 去学习句子层面的一些信息 接下来就是讲这篇文章的贡献 他一共列了三点贡献 第一点贡献是说 他展示了双向信息的重要性 他说GPT只用了单向 之前有的工作啊 他是很简单的 把一个从左看到右的语言模型 和一个从右看到左的语言模型 简简单的把它合并在一起 有点像双向的RNN模型 就是把它空开了在一起 他说我这个模型 在双向细细的应用上更好一点 第二点 他就说假设你有一个比较好的 语训练模型的话 你就不用对特定任务啊 做一些特定的模型的改动了 他说BERT是第一个基于VT的模型 在一系列的NLP任务上 包括了句子层面的和词源层面的任务上 都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第三个是说我的代码和模型 全部放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随便用 跟之前一样 我们再提前来看一眼结论 结论比较短了 第一句话是说 最近一些实验表明是 使用非监督的预训练是非常好的 他说这样子使得资源不多的人物 比如说我的训练要么 比较少的人物 也能够享受深度神经网络 他说我们主要的工程 就是把前任的结果拓展到深的双向的架构上面 使得同样的一个预训的模型 能够处理大量的不一样的资源的任务 读到这里啊 我们基本上读了一页半的文章 就你可以看到 他的故事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他说我有两个前面的工作 一个叫M 他用了双向的信息 但是他的网络架构呢 用的比较老 用的是RN 另外一个是GPT 他用了一个新一点的Transformer的架构 但是呢 他只能处理单向的信息 我说我把M双向的想法 和GPT使用Transformer的东西给你合起来 就成为了BERT 啊具体的改动是说 在做语言模型的时候 我不是预测未来 而是变成完星天空 而且在写作上 作者也是这么写的 他说我两个算法 我把它拿过来拼在一起 而且他的主要工程就是指出了 你的双向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 啊 这样他给大家很多信心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 很多时候就是A加B工作 就把两个东西给你缝在一起 或者把一个技术用来解决另一面领域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说你也没必要自卑说 自己的想法特别小 不值得写出来 如果你的东西确实简单好用 别人愿意用就挺好的 你就是很朴实的把它写出来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说不定哪一天就出却呢 成为了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呢 接下来我们跳回到第二章相关工作 相关工作 首先他的第一章是讲的是 非监督的基于特征的一些工作 也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过的 Emmo 然后在Emmo之前是此前入了 在之后当然有很多工作 他给这个地方做了一些 简短的一个介绍 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去过了啊 第二个是说 啊 非监督的基于微调的一些工作 代表做是GPT 然后在之前的之后当然也有很多工作 我们也不给大家再仔细过了 第三个讲的是 在有标号的数据上做牵引学习 在NLP里面有标号的数据 而且比较大的数据呢 包括了比如说啊 自然语言的一些推理和机器翻译 这两块都有比较大的数据机 然后你在这些有标号的数据机上 训练好的模型 然后呢 在在别的任务上使用 在基存器视觉里面 这一块是用的比较多的 大家经常在ImageNet上训练好模型 再去别的地方用 但是在NLP 似乎这一块不是那么的理想 但在NLP 似乎这一块不是那么的理想 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啊 这两个人物 确实跟别的人物差别还挺大的 第二个说 你的数据量其实还是远远的不够的 有意思的是说 Burt和他之后的一系列工作 证明了在NLP上面 使用没有标号的大量的数据机 训练成模型 效果比你在有标号的相对说 小一点数据上训练模型 效果更好 同样一个想法 现在也在慢慢的被计算机视觉采用 就是说我在大量的没有标号的图片上 训练出了模型 也可能比你在ImageNet这个100万数据上训练的模型 可能效果还更好 第三章就是介绍Burt的这个算法了 他第一句话是说 我们这一章就是来讲一下我们实现的一些细节 他说我们Burt里面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叫做预训练 第二个叫做微调 接下来是对这两个概念的一个解释 在预训练里面呢 这个模型是在一个没有标号的数据上训练的 在微调的时候啊 我们同样是用一个Burt的模型 但是他的权重就是被初始化成我们在预训练中间得到的那个权重啊 然后所有的权重在微调的时候都会被参与训练 然后用的是有标号的数据 每一个下游的人物都会创建一个新的Burt模型 虽然他们都是用最早那个预训练好的Burt模型作为初始化 但是对每个下游人物都会根据自己的数据训练好自己的模型 但是我们在图一里面会给大家一个图示来说明 虽然预训练和微调啊不是Burt独创的 在计算机视觉里面用的很多 但是作者还是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比如说你在写论文的时候啊 遇到一些技术 你的方法是需要它 而且你觉得可能应该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可能一笔带过了 这个不是特别好 就是说你的论文需要是自洽的 就后面人过来读过来 可能我不知道什么是预训练 我不知道什么是微调 但是最后是了解你的方法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话 那最好是你还是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啊 不要让大家去说啊 点一下这个参考文献你进去看一下 让大家的阅读带来困难 接下来我们跳到上面看下图一 图一画了两块 一块是预训练 一块是微调 在预训练的时候啊 我们的书是一些没有标号的句子对 对我们等会再来看具体它是怎么情况 你这里看到的是大概是说 我在没有标号的数据上训练出一个BIRTH的模型 把它的权重训练好 对每一个下游的任务啊 包括一个两个三个 对每个任务我们创建一个同样的BIRTH模型 但是呢它的权重的初始画质来自于前面训练好的权重 对每一个任务呢 你会有自己的有标号的数据 然后我们对这个BIRTH继续继续训练 这样子得到对这个任务而言我BIRTH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模型的架构 它架构写的非常简单 它说我的BIRTH模型啊 它就是一个多层的双向的Transformer的编码器 而且它是直接基于原始的论文和它原始的代码 没有做什么改动 因为它没有做什么改动 所以它直接在这里说我不给大家介绍了 你们直接去看一下原始论文 或者你去看一下这篇Blog 就能知道这个模型是怎么回事 你当然这么写是没问题啊 必须说你把人家东西直接拿过来 所以你在讲自己贡献的第三章 不讲那一块是没关系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你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基于别人的文章 你最好还是在第二章 就是在相关工作的时候 对那个文章做一定的介绍 至少你要讲清楚后面 你要用到这些LH是什么意思 不然的话你读到这里 如果你没有读过前面这篇Transformer文章的话 那么你就可能读不下去了 你得会挑回去看 而且现在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是读BIRTH这篇文章 因为这个名字听得更多一点 那么你给这些人可能会带来阅读上的一点点不方便 接下来就是这个模型架构的一些细节 它说我调了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L就是你的Transformer快的个数 第二个是你的隐藏成大小 第三个是你在自注意力机制里面那个多头的头的个数 它说我们有两个模型 一个叫做BIRTH BASE 一个叫做BIRTH LARGE BASE呢用的是12层 然后你的宽度是768 你的头的个数是12 所以它总共的可以学习的参数是一个亿 BIRTH LARGE的话呢就是把层数翻了一倍 然后你的宽度从768变成了1024 具体1024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你BIRTH你的模型的复杂度啊 跟你的层数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跟你的宽度是一个平方的关系 因为你的深度变成了以前的两倍 那么你在宽度上面呢 也选择一个值时的这个增加的平方呀 大概是之前的两倍 它的头的个数变成了16 这是因为每个头它的维度都固定在了64 因为你的宽度增加了 所以头数也增加了 大的模型 它的可学习的参数是3.4个亿 它在下面解释说 我们BIRTH BASE的选取是使得 我们跟GBT那个模型的模型的数量大概差不多 可以做一个稍微也还公平的比较 BIRTH BASE当然是要去用来刷榜的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怎么样把那个超参数换算成 你可学习参数的大小 也作为Transformer架构的一个小回顾 我们知道这个模型里面的可学习参数啊 主要来自于两块 第一块是你的嵌入层 第二块就来自于你的Transformer块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嵌入层 嵌入层啊 它就是一个矩阵 它的输入是你字典的大小 我们字典大小这里是30,000就是30K 你的输出呢 等于你的隐层单元的个数就是H 它的输入会进入你的Transformer块 Transformer块里面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的自注意力机制 一个是你后面的MLP 自注意力机制本身是没有可学习参数的 但是对多头注意力的话 它会把你所谓的进入的Keya VLQ 分别做一次投影 然后每次投影它的维度是等于64的 然后因为你有各个头 头的个数A乘以64是等于H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呢 对我们进来的话 有一个Key有一个Value有一个Q 它们都会有自己的投影矩阵 这投影矩阵在每个头之间 你把它合并起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H乘以H的一个矩阵了 同样道理我拿到输出之后 我们还会做一次投影 同样道理它也是一个H乘以H的东西 所以对一个Transformer块 它的自注意力 它可学习参数是H的平方乘以4 然后再往上是你的MLP MLP里面是有两个权链阶层 第一个层的输入是H 但是它的输出是一个4乘以H的东西 另外一个权链阶层它的输入是4乘以H 所以每一个矩阵它的大小是H乘以4H 所以两个就是H的平方乘以8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是你一个Transformer块里面的参数 然后你还要乘以L 所以你总参数的个数应该就是30K乘以H 就是你的嵌务层 再加上L乘以H的平方再乘以12 你分别带进去 假设你是Bert Base的话 那么H等于768 L等于12 你带进去之后 你的总数算出来大概就是1.1个E 后面对于Bert Large的话 你H带成1024 然后L带成24的话 你算出来就是3.4个E 就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东西 大概是不是对的 讲完模型之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输入和输出 我们之前有讲过 对于下游任务的话 有些任务是处理一个句子 有些任务是处理两个句子 所以为了使得Bert模型能处理 所有这些任务的话呢 他说我的输入啊既可以是一个句子 也可以是一个句子对 具体来说他说我一个句子的意思是一段连续的文字 不一定是真正上的语意上的一段句子 他说我的输入叫做一个序列 所谓的序列就是可以是一个句子 也可以是两个句子 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Transformer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Transformer它训练的时候 它的输入是一个序列对 因为它的编码器和解码器分别会输入一个序列 但是Bert这个地方我们只有一个编码器 所以我们为了使得能处理两个句子的情况 我们需要把两个句子并成一个序列 接下来具体看一下我们的序列是怎么构成的 它这个地方用的切瓷的方法是word piece 核心思想是说啊 假设我按照空格切瓷的话 一个词作为一个token 因为我的数据量相对来说比较大 会导致我的词典大小特别大 可能是百万级别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算模型参数的方法 那么你如果是一百万级别的话 就导致我的整个可学习参数都在我的嵌层上面 word piece 的想法是说 如果一个词 在我整个里面出现的概率不大的话 那么呢我应该把它切开 看它的一个子序列 如果它的某一个子序列很有可能是一个词根了 出现的概率比较大的话 那么就只保留这个子序列就行了啊 这样的话我可以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词 切成很多一段一段的片段 这些片段而且是经常出现的 这样的话我可以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三万的一个词点 就能够表示我一个比较大的文本了 签好词之后我们看一下怎么把两个句子放在一起 像是我这个序列啊 它的第一个词永远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记号 是方口号 CLS 代表是 classification 这个词的作用是说 BERT 希望它最后的输出啊 代表是整个序列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对一个整个句子层面的一个信息 因为BERT 使用的是Transformer的编码器 所以它的自注意力层里面每一个词都会去看 输入里面所有的词的关系 就算是这个词放在我的第一个的位置 它也是有办法能看到之后所有的词 所以它放在第一个是没关系的 不一定要放在最后 第二个是说它把两个句子和在一起 但是呢因为我要做句子层面的分类 so 我需要区分开来这两个句子 它有两个办法来区分 第一个是在每个句子后面放一个特殊的词 方括号sep 表示着separate 第二个是说它学一个嵌入层 来表示这个句子到底是第一个句子 还是第二个句子 然后它说在图一里面画了一下 它大概整什么样子 让我们来看一下图一 首先可以看到是说这个是你输入的一个序列 然后这是你的第一个特殊的记号表示的用来分类 接下来是你的第一个句子 额外的输出层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最后一段话说 对每一个词源 它进入BERT那个向量表示 它是这个词源本身的embedding 加上它的在哪一个句子的embedding 再加上你的位置的embedding 然后在图二 它有给大家展示一下是怎么做出来的 图二演示的是BERT的嵌入层的做法 就是给一个词源的序列 然后得到一个向量的序列 这个向量的序列会进入你的transformer块 首先可以看到每一个方块是一个词源 我们这里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一个词源的embedding层 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正常的embedding层呢 对每一个词源的话 我们会输出一个它对应的向量 第二个是一个segment embedding 它segment就表示是第一句话还是第二句话 那就是a还是b 那么它的嵌入层呢 它的输入其实就是2 我每次给它的时候是给告诉你说 这个词源到底是在句子a中间 还是在句子b中间 然后得到你相应的那一个向量 后面是一个位置的嵌入层 它的输入的大小是你这个序列最长有多长 比如说是1024 它的输入就是每一个词源 在这个序列里面的位置细形 从0开始啊0134 这得到我对你的位置的那个向量 所以最后的最后就是每一个词源本身的嵌入 加上你在是第几个句子的嵌入 再加上你这个序列中间位置的一个嵌入 记得在transform里面 我们也讲过我们的位置信息是手动构造出来的一个矩阵 但是在bert里面 不管你是属于哪个句子 还是你的位置在哪里 它对应的向量的表示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 这样我们就介绍完了bert对于预训练和微调都同样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在预训练和微调之间不一样的部分 我们知道在预训练的时候主要有两个东西比较关键 一个是说你的目标函数 第二个是说你用来做预训练的数据 在3.1节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它们是什么 首先要介绍的就是掩码的语言模型 前面其实就是讲一下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些东西 就是为什么双向好 在掩码的语言模型是什么样的东西 好从这里开始就开始讲了一点新的东西在里面了 他说对于一个输入的词源序列 如果一个词源是由wordpiece生成的话 那么它有15%的概率会随机替换成一个掩码 但是对于那些特殊的词源 就是说第一个词源和中间的分割词源 那我们就不做替换了 那么如果我们的输入序列长度是1000的话 那我们就要预测150个词 接下来他说这个也有一点点问题 是因为我们在做掩码的时候呢 就会把词源替换成一个特殊的token叫做方括号mask 那么在训练的时候 你大概会看到15%的词源 那么就是对应的这个mask 但是在微调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因为微调的时候我不用这个沐浴函数 所以没有mask的东西 导致在预训练的时候 微调的时候看到的数据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会带来一点问题 它的一个解决方法是说 对于这15%的被选中去掩码的词 有80%的概率我是真的把它替换成这个特殊的研码符号 还有10%的概率 我把它替换成一个随机的词源 还有10%的概率 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把它存在那里 但是用它来做预测 具体来说 这个80% 10% 10%是怎么选出来的 他说我们有一个blation study 然后给大家说 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实验上跑了 发现这个东西还不错 他在附录的里面有给大家讲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附录A.1 他给了三个例子 假设我的输入是一个my dog is hairy的话 我把最后这个词啊 圈中了用来做研码的话 那么有80%的概率 我把最后那个词真的就换成了mask这个符号 还有10%的概率 我就在我的字典里面随机选一个词 比如选中的apple把它换掉 还有10%的概率 我就什么都不变 但是就标记下这个词 我用来要做预测 所以看到说中间这个情况是给你加入了一些噪音 最后一个情况其实是用了你和你真的在做微调的时候 你真实看到数据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你真实看到数应该就是它了 接下来还是回到前面 我们看一下预训练中间第二个人物 就是预测下一个句子 他说在QA和在原推里面 他们都是一个句子队 所以呢 如果能够让他学习些句子层面的信息是不错的 具体来说我们的一个书序列面有两个句子 有一个A有个B 然后有50%的概率 B是在语言文中间真的是在A之后 还有50%的概率呢 B就是一个随意从一个别的地方选取出来的一个句子 那么意味着说有50%的样本是正理 50%的样本是复理 他说在他说在5.1的时候有一些结果的比较 加入这个目标函数能够极大的提升QA和在语言推理的效果 同样在复录的时候他又给了一些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复录 仍然是在复录A.1 给了一个正理一个复理 正理是说这个人要去一个商店 然后他买了一加轮的牛奶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两个句子 应该就是在语言文中间是一个相拟的关系 后面一个是说这个人去了商店 然后企鹅是一种不能飞的鸟 那么这两个东西当然是没有太多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个复理 而且注意到一点啊 这里有个锦号的锦号 其实是他是在语言文中间是一个词 叫做flightless 就是一个不能飞的鸟 但是这个词呢出现的概率不高 所以在wordpiece里面把它砍成了两个词 一个叫flight 一个less 它都是比较常见的词 锦号锦号表示的是后面那个词啊 其实应该是在语言文中是跟着前面那个词的意思 在模型预训练这一节 最后一小段讲的是它的训练的数据 它用了两个数据集 第一个是有八个亿词的一个书本构成的数据集 第二个是wikipedia英文的 有着2.5亿个词的一个数据集 wikipedia数据集比较好下 大家这个直接去下下来就行了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说 我们应该用文本层面的一些数据集 就是我的里面是一篇一篇的文章 而不是一些随机打乱的一些句子 这是因为Transformer确实能够处理比较长的序列 所以给一个整个文本序列过来 当然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第三点二章就是用Burt做微调的一个一般化的介绍 他首先讲了一下说 Burt跟一些基于编码器解码器的架构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在之前讲的Transformer是编码器解码器 他说因为我们把整个句子队啊都放在一起进去了 所以SelfAttention能够在两端之间相互能够看 但是在编码器和解码器这个架构里面 编码器其实一般是看不到解码器的东西 他说所以Burt在这一块会更好一点 但实际上来说你也付出了代价 就是说你不能像Transformer一样的可以做机器翻译了 接下来他说我在做下游任务的时候呢 我会根据我的任务啊设计我们任务相关的输入和输出 所以的好处是说我的模型其实不怎么样变 主要是怎么样把我的输入改成我要的那一个句子队 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两个句子的话 当然就是句子A和B了 如果你就只有一个句子的话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句子的分类的话 那我B就没有了 然后根据你下游的任务的要求 我要么是拿到第一个词源对应的输出做分类 或者是拿到对应那些词源的那些输出啊 做你要的那些输出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在最后加一个输出层 然后用一个softmax得到我要的那些标号 跟预计训练比 微调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所有的结果都可以使用一个 TPU然后跑一个小时就行的 使用GPU的话多跑几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然后具体对每一个下游任务是怎么样构造输入输出的 会在第四节给大家详细来介绍 第四节讲的就是BERT 怎么样用在各个下游任务上 特别是在摘要里面提到那几个BERT能赢下来的数据集上面 第一个任务叫做Guru 它里面也包含了多个数据集 它是一个句子层面的一个任务啊 所以BERT的话 它就是把第一个特殊词源 就是CLS这个词源 它的最后的那个限量拿出来 然后学习一个输出层就是一个W啊 把它放进去之后用Softmax就得到你的标好 然后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多类分类问题了 在表一就是在这个任务上的一些分类的结果 你可以看一下最后那个average 就是在所有数据集上的平均的值 但是越高越好 这是个精度 可以看到BERT base BERT large 基本上比前面的都还要好一样 这是GPT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啊 在GPT之前最好的结果 基本看到是说BERT 就算是在base跟GPT的可学习的参数 差不多的情况下 也还是能够提升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接下来是Squad 就是斯坦福的一个QA的书记集 在QA这个任务里面呢 你的任务是说我给你一段话 然后问你一个问题 需要你把我的答案找出来 这个答案呢 已经在我给你的那一段话里面 你只需要把我这个答案对应的那一个小的片段 给我找出来就行了 就是这个片段的开始和结尾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其实说白了 就是对每个词源 我来判断一下你是不是答案的开头 是不是答案的结尾 具体来说 它就是学两个项量S和E 分别对应的是这个词源 是这个答案开始的概率和答案最后的概率 具体来说 它对每一个词源啊 也就是第二句话里面 那个每一个词源 它跟它相乘 然后再做softmax 就会得到这个段里面 每一个词源 它是答案开始的那个概率 同样道理的话 我会算出来 它是末尾的概率 然后我们就开始训练了 它这里提到一点 就是说我在做微调的时候 它用的是三个epoch 就是数据三遍 然后学习率用的是五一复 然后batch size是32 这个东西其实误导了很长一段时间啊 大家后来发现说 你用BERT做微调的时候 结果非常不稳定 就是同样的参数 我同样的数据集 我给你训练十遍 你的variance特别大 最后大家发现是说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够 就是三这个东西太少了 你可能要多学习几遍 会好一点 然后大家发现 BERT用的优化器啊 是一个addon的不完全版 这个东西在于 你BERT要训练很长时间的时候 是没关系 但是你BERT如果只训练 那么小的一段时间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会给你带来影响 你要把它换回到addon的正常版 会解决这个问题 表现的是BERT的它的结果啊 基本上可以看到 是说BERT基本上是比别人都要好很多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QA数据集的2.0版本 我们就不给大家仔细介绍了 最后一个是一个叫做swag的一个数据集 它用来判断两个区子之间的关系 同样跟之前的训练没有太多区别 而且结果上来说BERT也是比别人要好很多啊 这样我们就讲完了BERT怎么做微调 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说 对于还是挺不一样的这些数据集啊 BERT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你就基本上只要把它表示成 你要的那一个一对句子的形式 最后的你拿到对你的输出 然后加一个输出层 基本上就完事了 所以BERT对LP整个领域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这样子有大量的任务 可以用一个比较相对说简单的架构 也不需要改太多东西我就能做了 第五节讲的是Obellation Study 就是说我的BERT设计有那么多东西 然后看一下每一块最后对我的结果的贡献是什么样的 首先它看的是说 假设我去掉那一个下一个句子的预测会怎么样 以及如果是我就是看一个 从左看到右的语言模型会怎么样 而不是用带眼码的语言模型 从左看到右而且没有下一个句子预测 那这个是说我可以在上面加一个双向的IOS Team 其实是从M那边来的想法 然后看一下结果怎么样 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说 去掉任何一个它的效果都会有打折 特别是说对这个任务你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5.2讲的是模型大小的影响 我们知道BERT Base是一个亿的可学习的参数 BERT Large是三个亿的参数 相对之前的是Former 其实你的提升还是挺大的 他说啊我们这个也跟NLP 其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 当你把模型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 效果会越来越好 然后他说我们认为啊 这个是第一个工作展示了 你如果把模型变得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对于你的语言模型来说有比较大的提升 从现在角度来看 BERT并不大也就一个亿 现在你GPT3都做到一个千个亿的样子了 甚至大家在一万亿的那个程度在走 但是在三年前 确实BERT是开顺性的工作 说把一个模型能够推到那么大 引发了之后的模型大战 就是看谁的模型大 最后一节5.3讲的是说 假设我不用BERT做微调的时候 而是把BERT的特征作为一个静态的特征 输进去会怎么样 当然他的结论是说 效果确实没有微调那么好 所以也是这篇文章主要的一个卖点 是说用BERT的话你应该用微调 好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BERT这篇文章 从写作上来说 我觉得写的还行中规中矩吧 就是先写了BERT和M和GPT的一个区别 然后介绍BERT这个模型怎么回事 接下来是说你在各个实验上 你的设置是什么样子 最后是笔的结果 当然结果是非常好了 在BERT这篇文章的结论里面 他认为他这篇文章最大的贡献是这个双向性 我也理解说你写一个文章的时候最好卖一个点 不要说我在文章这里也好 那里也好 别人都记不住 但是我觉得选用双向性这个词呢 还是有待商榷了 今天来看BERT的贡献 不仅仅是你的双向性对吧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就算你要写我的贡献是双向性的话 我觉得你从写作上来说 至少要说你选的双向性给你带来的不好是什么 就是你做一个选择会得到一些也会失去一些 你的GPT笔你用的是编码器 GPT用的是解码器 当然你得到了一些好处 但是你也失去了一些 比如说你做机器翻译就不那么好做了 给一个句子翻译另外一个句子 你做文本的一个摘要也不那么好做了 就是说你做那些生成类的东西 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 当然了分类问题在NLP里面更加常见一点 所以BERT这么做了之后啊 NLP的那些研究者其实更喜欢BERT一些 因为把BERT应用在自己的问题上更加容易一点 另外说你如果你从现在再回过去看BERT的话 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符合了大家对一个深度学习模型的一个期望 就是我训练一个很深的很宽的一个模型 在一个很大的数据级上训练好啊 这个模型拿出来之后 可以用在很多小的问题上 能够通过微调来全面提升这些小数据上的性能 这个在计算机视觉里面我们用了很多年了 在NLP的时候BERT给大家展现的是说 我现在可以训练一个很大的三个亿的一个参数的模型 使用的是几百GB的一个数据机 然后给大家展示了你的模型越大的时候 你的效果越好 所以这个很好的满足了深度学习研究者的一个喜好 很简单很暴力效果很好 但我一直其实是有疑惑的 就是BERT是在这一系列工作中间的一篇 就是让更大的数据机训练更好的模型比前面都要好 EMO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 GPT在BERT之前出来其实也相对来说训练更大的模型 它也在很多数据机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BERT在另外一方面来讲 你也就是一个更大一点的模型 更大的数据机在一些任务上取得很好的成绩 你的好结果的唯一的结局是被后面的工作所超越 所以为什么大家记住的是BERT 如果你把BERT和GPT相比 他们大概是同期的一个工作 虽然BERT确实比GPT的结果好那么一些 但是他的思路是非常一样的 但是从应用率上来讲BERT是GPT的10倍 意味着是说他的影响力至少是你的10倍以上 当然我有一些想法 有时间给大家再分享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